左倾汉文言 微微一笑 飞到陆晨身边问道 哥哥 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我 陆晨一乐 不过马上知道左倾汉有了鬼主意 眼下卓不凡在侧 黄童是肯定杀不得的 不过可以好好诚挚一下也不错 想到这里 陆晨微微一笑道 丫头 你是不是想什么办法了 左倾汉这个鬼灵精 打小就不输于自己 只不过一直没有表现出来 果然 小丫头目光狡诈一闪 从容站起说道 听闻通天阁有往事生悲 记录了几种善故先术的法门 每一个在通天阁认知的长老 在达到杜劫期之后 都拥有进入一关的资格 时间是一年 如果黄前辈想要离开 也可以 黄童使我哥哥身负重伤 不可能就此接过去吧 不如就把这个机会 让给哥哥 黄前辈 依下如何 说着 小丫头看向黄精 此言一出 几乎所有人都明白 左倾汉要干什么了 黄精 卓不凡 皆是心下意突 都出难为情的神情 众仙玉各大宗门 都有上古先术的碑文 这些碑文极其重要 涉及到上古先术的施展之法 不能传授 只能参悟 而负责掌管方君塔的通天阁 在这方面 更是有些充足的资本 像黄精这类的族中修士 在通天阁中任职 目的 便是为了能够去往事生碑 参悟上古先术 先不说能不能参悟得到道法 只要进去 就已经是不简单的事了 黄精在通天阁二层 任职近五百年 也是为了这个 他现在是合体后期 只差一步 就可以进去参悟道法 可现在 中修士一个个神采飞扬 看着陆尘眼中 满是羡慕的神光 嘿 有这样一个道理 真是寄生修来的福分啊 黄精愿读的 看了一眼不争气的侄儿 自己苦苦在通天阁 待了五百年 马上就能进入 往事生碑悟道 大好的机会 没想到要白白让给陆尘 这怎能令他甘心 我要是不同意呢 黄精脸上布满了煞气 沉声问道 那就没办法了 左青汉双手一摊 清秀的脸庞 顿时浮现出 争鸣的黑魔幻笑 两扇庞大的黑灵羽翼 怦然一声舒展开来 气势比之之前还要强上一倍 左青汉沉声道 看看黄前辈 能否过了黑灵这一关了 呼的一声 一股邪风诡异的吹起 灵力的气势扫荡着四周树木 岩石纷纷卷上半空 你 事情已经很明了 不同意 就手底下见真章 看到左青汉一身浑然的魔气 便是卓步凡的微微色变 合体后期也就罢了 在眼前的左青汉此刻 俨然达到了大圆满的境界 而他至今没有使出任何法宝 甚至是本命法宝 他到底有多厉害 连卓步凡都说不清楚 偷偷抹了把冷汗 卓步凡看着黄精 生起一丝怜悯之心 暗道 让你装吧 啊 这次完了吧 卓步凡是不会出手的 即便他可以出手 也不会帮助一个 成天跟自己对着干的黄精 黄童看着左青汉和陆尘 靓晓的原因不由自主的微微发抖 这个时候 他可不敢再说什么不中听的话 很显然 面前这位魔女对黄家并不忌忐 黄精沉思片刻 知道今天是灾定了 若是不同意 别说黄童就连自己都很麻烦 想了一会儿 老者心中暗存 啊 给你又如何 就算让你进去 也未必能领悟到上古仙术 想到此处 黄精咬了咬牙道 好 黑灵郡主果然不凡 黄精今天灾了 老夫这就回黄家 至于 禁王室生悲的事 想必 卓阁主会帮老夫这个忙吧 不错 卓不凡倾咳了一声 点头道 黄老若想把这次机会 让给陆臣小友 只需敲上自己的腰牌 便可去往事生悲中一关 等等 青龙突然察言 问道 黄童 火风发提在什么地方 黄童不敢再对青龙等人不敬 乖乖的把火凤法体的存放地点 告诉了青龙 诸事已毙 黄精怨恨的瞪了一眼 卓不凡 陆臣等人 二话不说 拿出出入往事生悲的腰牌 扔在了地上 随后带着黄童 头也不回的离开了方军塔 黄精一走 卓不凡终于松了口气 看着左倾汉与陆臣的目光 不再有轻视 反而有着出奇的凝重 说道 啊 两位小友 今次虽然可以让陆小友 尽往事生悲 不过 敢惹了不该惹的人 内仙玉的皇家 可不仅仅是地级星的霸主 便是在天级星上分量也不轻 小友好自为之了 卓不凡说完 叹了口气 手掌一翻 将腰牌拾起 颠在手里叹了看 问道 小友准央准备什么时候去舞蹈 陆臣不知道所谓的往事生悲是什么 但一听是上古仙术便来了精神 与此同时 他也在惊讶 左倾汉的头脑 他是怎么知道通天阁的秘密的 听到卓不凡问起 陆臣很有礼貌的一笑 问道 干问卓可主 什么时候去都行吗 卓不凡郑重地点了点头 好意提醒道 往事生悲只能目观 为时一年 实力越高 领悟上古仙术的机会就越大 通常进入者都是杜杰期 才有可能领悟出上古仙术 依我看啊 小友也不必急于一时 陆臣想了想 这时 左倾汉神识传音道 哥哥 不必听他的 你有上古仙术 再领悟其他仙术 比别人容易得多 趁他们现在没有反悔 询完法体后 就进去悟到 以后可以多一种保命的本领 还有这事 陆臣吃惊地看了看左倾汉 小丫头在他眼里 愈发的神秘了 都是婆婆说的 果然呢 陆臣送去一个 你很狡猾的表情 玄姐 转身 对卓不凡道 啊 多谢阁主大人提醒 晚辈还是决定融合法体之后 就去往事生悲 这可是一个大好的机会 一个焚荒灭世印 已经厉害如斯了 陆臣很想看看其他上古仙术 有什么独到之处 所谓既多不压身嘛 陆臣如是想到 卓不凡文言 微微一叹 失望地摇了摇头 在他眼里 陆臣是个好苗子 但是 这么急着进去 恐怕要白白浪费了此次大好机缘了 不过虽然这么想 但卓不凡也没有再提醒的义务 该说的已经说完了 卓不凡道 如此也罢 小友若想去往事生悲悟道 可以去通天殿直接找我 言尽于此 告辞 卓不凡说完 当空消失的无影无踪 大战已毙 周围修士迅速朝陆臣投来一个羡慕的眼神 陆臣扫过四周 慢慢站起 目光灯时转向那巍峨的山岭 沉默片刻 陆臣突然露出一口白牙 笑道 大家还等什么 去找古神法体吧 好 熙熙攘攘 足足五六十人的队伍 鱼冠杀上了天沙帮的总部 高高的山岭 偌大的寨子放在眼前 逆行众人胸中涌出无限的兴奋之感 其实 此次也算幸运 大家没想到黄童的实力 那般强悍 甚至还有七十二强兵之一的泰州剑甲护身 要是没有陆臣和左星汉 别说讨伐天沙帮 找到六阶古神法体 恐怕连活命都不太可能 不知不觉 在场数十人 对这一对年轻道理 升起了一丝钦佩与感激之情 人群中唯一不高兴的 就是白昊了 至今他还在因为不能帮自己的大哥报仇 而耿耿于怀 默默地站在寨门前 白昊低着头 满脸怨恨 陆臣见状 走到白昊身边 微带歉意道 白昊 你不会恨我放过黄童吧 白昊抬起头 眼神坚定道 我没有怪你 要不是你 我和青龙根本打不过黄童 我在恨自己实力不及 不然 一定不需要别人的帮助 不过今天 还是要感谢两位 说着 白昊诚挚地抱了抱拳道 正是因为你们 才让黄童得到了报应 他的肉身一毁 没有个数十近百年的时间 别想恢复过来 等黄童恢复如初 我白昊也拥有杀他的实力 这个仇 我白昊会自己去报 没错 青龙也靠了过来 拍着白昊的肩膀说道 白昊是我兄弟 这个仇是咱们两人之间的事 就让黄童多过几年 嗯 白昊点了点头 突然攻身一礼 惭愧道 青龙大哥 白昊此前误会了大哥 还请大哥误怪 说这个干什么 青龙把白昊扶了起来 说道 白昊是我青龙的兄弟 你白昊也一样 是兄弟 就不需要这么客气了 说着 青龙转向陆臣 这次多亏了陆臣和黑灵郡主两位 不然的话 朱雀也没办法得到火凤法体 青龙还要邪过两位的大恩打德 这倒不用 陆臣微微一笑 实在不想在这么多人面前 被人感谢来感谢去 便朗声说道 既然大家都是为了古神法体而来 就不用客气了 青龙兄 你对天沙帮最为了解 说说古神法体在什么地方吧 青龙淡淡的点了下头 面向众人说道 黄童这些年收集了很多六阶的古神法体 就放在后点 用阵法困住 足有上百句 相信能让大家找到合适的法体 大家随我来 上百句 众人一听大声的欢呼起来 须知道 六阶的古神法体 是游离在方君塔中的不定之物 想找到很难 就算找到 也未必适合自己 而黄童收集的上百句古神法体 显然为众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不用到处去找 进去一关便可 于是乎 一行数十人进入寨子 绕过正殿 来到了后殿门前 说是后殿 无非是用法阵围起的茅庐 不大的地方 灵气浓郁到了极点 一股股雄浑的气息 顺着茅庐大门渗透出来 令得群情激勇 兴奋莫名 到后殿站定 青龙微笑着 转过身来的 里面 就是存放古神法体的地方 大家可以随意寻找 不过 里面的地方很小 依我看 大家不如一个个的进去 另外 就算这里的古法不合心意 还有吴新邦 吴新邦一会 想必也有很多古神法体 在这里找不到 就去三百里外的吴新岭看看 好啊 众人文言 欢呼声 顿时响彻了起来 要不是青龙提醒 陆臣都把这个茬给忘记了 数时修士 一个个面饭红光 场面显得有些混乱 这时 还是那名被陆臣救下的修士 站了出来 大声道 大家静一静 这人此前表现不凡 面对黄童那样的高手 都敢针锋相对 早就让众修士 看成了他们的小头领 听到这修士的叫喊 众人马上冷静了下来 那修士上前 说道 这次能除掉天沙 吴新两大帮派 主要是因为陆臣 黑灵 几位道友 不如让他们先进去挑选 然后我们再一个个进去 如何 当然 一定要让陆臣先进啊 我赞同 没问题 耳边响彻着轰隆隆的名音 陆臣乐得开了花 那修士笑着走过来 对陆臣抱了抱拳道 陆导友 您先请吧 陆臣微睁 看了看这修士 长得十分清秀 面色白皙 倒是一个小帅哥 陆臣对此人感觉不错 便问道 还不知道友道号呢 那修士受宠若惊般的一愣 很快道 道友客气了 在下只是一届散修 道友换在下嘉林便是 嘉林 幸会幸会 陆臣说完 跟着左青汉 起步走向后殿 黄童没有骗陆臣 法阵的确算不得厉害 小小的围困 无魂法体的法阵 左青汉一只手指就能破去 进入其中 上百具盘坐状 眼眸威和的古神法体 散发着磅礴的气息 受到这股气息的威压而来 陆臣和左青汉 同时退了一步 好多啊 上百股神法体 五宗各脉应有尽有 有纯木灵根属性的法体 生机盎然 也有黑魔族的魔体 体格壮硕 还有鬼宗一脉的狮黄骨 更有佛尊金光勇社 金木水火土一应俱全 虽然各脉数量不同 但同样都是六节法体 哥哥 你准备找什么样的法体 左青汉敲着小脚 一边观赏着 一边问道 陆臣边看边说道 这次我准备找的是十大神将 冷寒的法体 不过只有三具水灵根 并冒着寒气的古神法体 不知道有没有 因为我准备给鬼丹融合一局 陆臣的大眼先觉 对左青汉没有隐瞒 左青汉也知道 自己这个哥哥拥有九大原因 羡慕不已 他扭头 看了看到 两句法体啊 先看看这三个水灵根的 送给你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